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是那种偏暖的肤色 所以我觉得我带金色比较好看 所以今天我介绍的所有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金色为主 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吐槽说 我买的都是一个风格的 反正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在我推荐的视频中 找到自己喜欢的那几种吧 好 对了 你们今天我发现我哪里不一样了 就可能比较难发现 就是今天我有带隐线眼镜 我给你们拉近看一下 这个隐线眼镜就是有一个妹子寄给我 然后他寄给我的就是这种 那个龟水凝胶的材质是寄袍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隐线眼镜怎么 这个包装越做越好 它里面有一个这种戴隐线眼镜的棍子 还有一个就是很像木槿的那个隐线眼镜的盒子 就便携装 然后还带了一瓶这个超级可爱的那个 叫啥来着 护理液 我觉得还挺贴心的 就是都特别好 然后我会把这个妹子的那个微信 就是如果你们想要买的话 我把它的微信放在屏幕上 你们可以去加它 我不知道我今天的语速怎么样 可能还是非常慢 如果觉得我语速太慢了 大家就你们自己去调节速度好吗 因为我自己 我后期用的剪辑软件 如果加速了会有杂音 所以我才一直没有加速 然后我也有在简介里面写了 如果觉得语速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节 我也知道我自己讲话比较慢 然后还要一边讲一边想这样子 因为我其实本身反应就比较慢的 然后其次我现在就是一个人住久了 语言能力难免有一些退化 希望大家就是理解一下吧 那我们就现在来进入今天的正题 就是我的那个耳饰 我在微博上发照片 有一些人还说 就是想看我的 包括项链的介绍 所以我今天也会把我的项链说了 就是没几条 但是这样说了的话 大家就之后就可以不用再问我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现在把它们是分装在了这种盒子里 也是我这次就是一起在淘宝上买的这种小小饰品的收纳盒 就买的比较多 如果就是堆在旁边的话 老是会找不到买 你们看我的就全部基本上都是金色 那现在就先来说一下 我耳朵上的这个 就买的比较多 如果就是堆在旁边的话 老是会找不到买 那现在就先来说一下我耳朵上这个 我给你们拉近 这个它就是这样子的 正面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看不太到 但是侧面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一个耳环 就长这样 它就是这种很闪的那种金色 因为我自己 我觉得我带金色就还挺好看的 所以我买的都是这种金色 我觉得比较称我的肤色 还有就是因为我脸比较长 所以我不太会带那种很长的耳环 因为那种是如果你脸是比较圆的话 带长的耳环就可以修饰脸型 但是如果是脸比较长的话 你可能比较适合这种小一点的耳屎 或者是圆圈的那一种 就是可以让你的脸看起来没那么长 虽然它挺便宜的 就但是我觉得看起来不廉价 然后下面一副就是我自己经常带 我之前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带的这一副 就你们一直在问的这个金色的小圈圈 这副是在淘宝上买的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 它真的是 它是跟别的那个我的耳环不太一样 它是比较浅的一个金色 然后就是这种一个小圈圈 戴在耳朵上我觉得就是特别秀气的那一种 这个还挺好看的 这副的话是稍微贵一点点 它好像是100块钱吧 就是比那些贵一点 但是它质量真的很好 就不会掉色 接下来是一副这种圈圈的耳钉 就这种金色有一点点粗的这种圈圈 这副我还没有戴过 但是我觉得也是很简洁的感觉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 就正面戴的话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还好我的耳洞是已经 哎呦妈呀 还好我的耳洞是已经愈合得比较好的 就我是很小的时候 我奶奶就带我去打耳洞 那个时候我还不计事的时候 然后就带去打了 所以还不知道疼吧 如果现在让我去打耳洞 我可能比较不太敢 下面一副是这样子的 线条感很分明的这种方块的这样一个圈 也是金色 反正我觉得它们就是都还挺有质感的 这副的话就还挺明显的 就是你戴上了之后 别人从正面可以看出来 是不是挺精致的 好 是 我感觉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这个视频超无聊 因为全都是金色的那种耳饰 就有一点审美疲劳 这副是长这样 它的表面是有一点点拉丝的感觉 然后几个方块拼在一起 就是比较有设计感 然后比较特别的一个耳钉的款式 戴起来就是这样子 我都拉近给你们看 下一副是我还挺喜欢的一个一对耳钉 长这样 它就比较不太一样的是 它是那种比较哑光的表面 就没有那些那种表面超级亮 它就是有一点雾雾的光泽 这个的话 这样的话它戴起来就显得比较有一种复古的感觉 然后也很低调 没有其他的那么强眼 这副还挺喜欢的 我有戴过 正面都看不太出来 但是侧面的话 别人看到你就会觉得 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吧 就是虽然它们都是很小的配饰 但是我觉得是会为整体的造型加分的 耳钉 是这种 它也是 它虽然也是金色 但是它好像是塑料的 然后是一个比较雾面的光泽感 然后这种扭成圈圈的这样子 这个就是比较淑女的感觉 真的长得太像 我感觉你们会有一点点眼神没疲劳 下面一个也是一个耳钉 很像是两个交叉就叠合起来的一个造型 这个就比较大了 戴上去非常有存在感 我觉得这些耳钉虽然真的是很便宜 但是你看起来完全不会觉得它很廉价的感觉吧 我觉得做工都还挺好的 然后是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 椭圆形有一点方的这种圈圈 这个耳钉我自己 我是很喜欢它的造型 但是我没有带过它 我觉得我也不会把它带出门的 因为它超级重 戴上它 我的耳垂都有一点点垂下来了 这个也是很好看的 它这个金色 我觉得是看起来非常非常有质感 就是做工非常好 是很有重量感吧 对它也比较重 这个还挺好看的 只不过是它有点重 我可能不太会带它出门 如果你是不是很介意耳环的重量 你就是在意它的外观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 就是你戴起来之后就很特别 这个耳钉就是一个水滴形 小小的一个金色的 这种就是很秀起来 如果你是上学 如果你现在是在上学 你想要有一个非常低调的 这么一个耳钉的话 这个就特别合适 它真的很小 然后显得你整个人就特别秀气 然后金色也很显白 是吧 这个挺好看的 如果你没有尝试过那种很夸张的耳钉 并且现在也还没有打算 要尝试很夸张的话 这种就是一个 很好的入门级的一个耳钉 怎么这么多呀 然后这一副是我特别喜欢的 你们看它超级好看 它外圈就是那种金色的金属包边 然后里面是 外面是那种塑料 亚克力之类的 那种灰色大理石花纹 我觉得这个超级特别 哎呀 就属于那种低调优雅又好看的款式 这个真的好好看哦 我自己很喜欢这一副 然后远看就是这样子 还不错吧 这个哎 真的是质感看起来还挺好的 完全不觉得它很廉价 耳朵有一点痛 然后跟刚才那个大理石一家的 这个也是一个耳钉 我也好喜欢 它就是这种亚克力材质 然后很像奶糖 有没有这个花纹 特别可爱 只不过它这个 呃被我拔掉了 我就给你们试一只好了 这个我也觉得特别好看 如果你今天穿的是比较浅色 呃比较淑女一点 你就可以戴这个 然后 这个好好看哦 大小对我来说也刚刚好 太大的话 在我的脸上就会有一些 嗯 突兀 对 下面一对就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 你看它真的做工超级精致的感觉 这个也是就是嗯 嗯 Celine的那个 防防防防款 对 我就是还挺喜欢这种简单 有设计感的视频 我的耳饰就不太喜欢买太贵的 因为我觉得 呃 买便宜一点的啊 然后 呃 可以买多一点 这样子就 很有变化 这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成熟 有点正式的感觉了 先把这个取下来 这些都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然后我就全部试完啦 下面剩下三副都是在Cos买的 Cos他们家的那个饰品 我觉得也还挺值得买的 就有一些都挺好看的 而且呃都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很性冷淡高级的设计 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它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切割的管状的感觉 然后这个它这个金色啊就是感觉非常的好看 我当时就买了 因为不能试嘛 我都觉得这个金色然后肯定适合我 我就买回来了 结果我戴上很奇怪也不是难看 就是你把这个脚朝着里面 它就是一个比较协调的样式 如果朝外面它就感觉有点翻的飞出去 这样子就怪怪的 所以我会这样戴 我没有戴出门过 它真的款式是很好看的 只不过我觉得我戴不是很好看 你们觉得呢 然后还有一副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也是你们可能看过很多次的这个COS的一个金豆豆 这个就是比较精致的感觉 就小小的没有什么 不会抢你身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风头 但是它就是又很很 很好看 对吧 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就是小小的 特别秀气的感觉 它是会有一点点的掉色 就不是掉色 是氧化 就可能没有刚买来的时候那么亮 我所有的这些饰品都是不会带着洗澡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便宜的耳饰 我都不会带着洗澡 所以它的那个氧化 会没有那么的明显 然后这个圈圈也是在COS买的 就是之前我刚才前面戴了一个比较粗的圈圈 买这个是比较细的圈圈 这个我就不试了 然后就是最后一对耳环 就是这种 淘宝上很火的这种亚克力的 圈圈 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买 所以我买这个完全就是想试试 看它戴起来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我自己好像不是很适合这种圈 但我就是想试一下 其实这样近看还OK 远看就有点奇怪了 对不对 侧面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会披头发的话 我觉得戴这种圈圈会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有女人味很性感的那一种 我戴这个就好像很奇怪 终于试完 我耳朵好痛 好 这个就是我所有的耳饰 这个就是我叫你 这里是我的耳朵 给我做一档子 感觉 感谢观看